字幕字幕 李宗盛 令仔组朋友大家好 我是Zero 魔力宝贝MP 一个星期前推出的全新副本元素之心 相信打到的朋友真的不是很多 因为很多朋友才刚刚升级 要打的话,没回全套纸装以上是不用考虑的 不過過了一個星期,相信等級上可以補充差距 那就讓我們簡單說一下副本有什麼要點 整個副本分別有7關 第1、3、5、6關都是行地圖的元素關 第2和第4關就是要打十組小怪 第1、3、5、6關其實沒什麼特別好說 因為大家都不會自己摸地圖怎麼走 主要都是跟一些網上攻略地圖走 每一個地圖都會有陷阱位 踩中了就會傳送到一個新的位置 而第1個副本地之洞穴 還會直接傳送到一張新的地圖 如果真的不幸踩中了 我勸你從頭走過,可能更快一點 而第5和第6的地圖就調轉了 傳送點會幫你走快一點 叫做幫你追回一點點時間 打大佬方面,我就給不到什麼意見 因為我當時是同組裡面有三把橙帽的秒數過 不過第1關地之洞穴就有一點可以注意 隻大佬會在雙數回合召喚橫皮炸彈 所以群弓或法系職業可以收寵玩移動 單數回合先群弓後防禦 雙數回合先防禦後群弓 等殺到炸彈的機會增加,就可以減少對面的傷害 之後就不難過了 而第6關的水智元素 BOSS唯一難的位置就是50%下他會分裂成4隻 這個時候就要把4隻控血在2個回合之內一起殺死他 如果誰那麼手多亂殺的話,就抓他出來做戰犯 打完之後就會出現那一關的元素精靈 不過暫時最值錢應該是火精和水精 那就一攻一魔 暫時史值大約是35000到40000轉左右 如果你要抓的話,我想你沒有5張金卡就不要想了 我之前一張金卡飛過去就沒有了 至於第2和第4關,其實玩法都是一樣的 地圖內會有一堆NPC 聊天就會進入戰鬥 戰鬥會隨機選出敵人 第2關就會是8人組合或10人組合 如果遇到10人組合,那你果斷死了就行了 沒什麼可能是打到的 等到撞到8人的時候才打,打10次就行了 第4關就會是5人組合和10人組合兩種 一樣都是10人組合自殺 只打5人組,應該是不難過的 但記得提提大家,每次入場都要轉一轉自己的水晶 讓輸出可以到最大化 而6場的副本分別順次就要帶純風、水火、純火、純水兩次 最後就純地,其他基本上就沒什麼補充了 可能你會好奇,明明有7關,為什麼只說6關呢 因為第7關真的不是給你和我玩的 只要你的隊員不是全橙裝,你想也不要想 或者去到80級的時候,再試一下吧 這次影片先說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留言或加入我工會零食物語 記得訂閱和LIKE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拜拜